我让你跟我替姥爷生个儿子 二姨太 除非不敢 这不正好报答姥爷的恩情 眼前的这个壮小伙正在冲凉 二姨太却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二姨太 你想要我 二姨太 姥爷不会同意的 你要脸的更奴才 由于土根的不识相 气得二姨太扭头就走 这是杨伟杨老爷却推开了房门 可他只是意味深长的看了土根一眼 原来六十八岁的杨伟仁如其名 虽然娶了个十八岁的一太太 却一直没能有个一而半米 眼看辛苦耕耘的田地接不出果实 他也不得不承认是种子出现了问题 于是晚上他和二姨太商量 实在不行啊 当城里住些天 怀上的脚在毁 什么 二姨太听完大吃一惊 可随之而来的就是狂喜 因为他心中早就有了人选 第二天他来到了马厅 对着壮士的土根反复打烊 就在这时杨老爷走了过来 看马呢 哦 我这匹马好啊 年轻 体格壮实 被说中了心事的二姨太羞涩一笑 转身离开了马厅 而老爷则走到土根身边 说他明天准备去外地进火 自己不在家的这段日子 一定要把马给喂饱了 不然回来一定削他 晚上他又把二姨太叫进房间 说有要紧事跟他谈谈 老爷想跟我谈什么呀 你知道这阵子我一直在吃药 我知道 老爷这药是没少喝呀 恐怕再喝也是活受罪 老爷你就别演戏了 杨伟看他这样回答 就知道二姨太是听懂 为了让二姨太放心大胆地干 他当即就许下承诺 只要你生个儿子 不管他是谁的 独日 二姨太听完就坐不住 说你这可得说话算数啊 随后生怕杨老爷反悔 迫不及待地走出了房间 把这好消息告诉了土根 没想到土根听完大惊失色 赶紧跪在地上磕头求饶 二姨太看他烂泥服不上墙头 气得一甩袖子扭头就走 而土根则赶紧去找杨伟 要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点击视频左下角即可 18 Podcast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